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需要取得进球 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事情 葡萄牙是欧洲冠军 有时我们主导了比赛 但是如果你没有进球 你不太可能赢下比赛 甚至不太可能获得平局 意大利队中有很多年轻人 无论任何年龄的球员来到国家队 他都必须全力以赴 并证明自己有能力穿上这件球衣 这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我们队中有很多年轻球员 我们正处于试验阵容的阶段 相对于上场对阵波澜的比赛 我们更换了九名首发 我们只需要倾听主帅的指导 并尽快重新站起来 你们在上半场采用4-4-2阵型 而下半场又变成了4-3-3 我在瓦伦西亚效力的时候 我们踢4-4-2阵型 我在哪个体系中踢得不错 而我在萨索洛泽踢4-3-3 总的来说 我不介意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体系 只是在一些体系中 你必须做更多的脏活累活 你是否从欧洲被罚丢点球的创伤中恢复了过来 是媒体不断提出罚丢点球的问题 这件事令我很受伤 但也帮助了我成长 我把那些辱骂抛在脑后 穿上意大利球衣仍然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罚丢点球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无法再挽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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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